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当地时间9月22日抵达西雅图 对美国展开首次国事访问 受到了当地华侨华人的热烈欢迎 第一我感觉的习主席访问西雅图呢 是我们所有在海外中国人的骄傲 也是我们在西雅图人民的骄傲 我们全部都是自发的组织参加这个活动 今天习主席到美国西雅图访问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同性 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骄傲 我们只能说欢迎习主席到来 希望能够带来中美的那个合作 各方面的都达到最佳最好的 同样是美国 你现在看到的是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 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 从去年开始筹备的博物馆扩建展区 于近日正式对外开放 画面上这是陈纳德在决定去中国参加抗战时 给他弟弟写的一封信 尽管这封信距今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他的字迹依然非常的清晰 在信中陈纳德写道 毕竟从路易斯安那州走出来的孩子 很少有人遇上这千载难逢 影响未来历史的机会 因此他也决定接受中国政府的建议 去中国担任航空顾问这一职位 而这也为二战期间中美两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 点点了基础 您注意看 这封信上的日期是1937年3月15号 当时陈纳德正在夏威夷 负责训练美军第19战斗机中队 而就在两个月前 中国军方曾邀请他到杭州剪桥的中央航空学校 担任飞行教官 经过深思熟虑 陈纳德在信上第一次向弟弟透露了去中国的想法 三个月后 他被宋美龄任命为中国国民党空军顾问 没想到 岗山人不久 卢沟桥事变发生 陈纳德当即表示 如有需要 愿意尽力为中国服务 最后 陈纳德在中国组建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 也就是著名的飞虎队 新展区还陈列了不少反映中国抗战的文物 你看这是1945年8月14日在圣洁哥联合报出版的号外 日本接受投降条件 还有日军侵华罪行实录等不少中文书籍 新展区开放当天 93岁的飞虎队成员李查德舍曼和100岁中缅印驼峰航线飞行员布兰克 博恩赛德也来到了陈纳德博物馆 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也是全美唯一以陈纳德冠名的博物馆 这里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最大的航空学校 约15000名美国飞行员曾在这里接受训练 目光聚焦缅甸 画面上的这位老人名叫徐四宁 是一名缅甸华侨 抗战时期他曾经用一块劳力士手表 从日军手里换回了26条人命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1942年初因为徐四宁在缅甸积极抗日 被日军列入了追捕名单 他不得不隐姓埋名辗转逃亡 逃避日军的追捕 不过当他逃亡到曼德勒郊区的一个小村庄时 不巧碰上了日军抓壮丁 他和另外25位青年被抓到之后 被送到了附近的一个日军营地 交给了一个名叫平山的队长 就在平山审问他们的时候 徐四宁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平山一边问着话 一边却时不时地看几眼 他戴在手上的劳力士手表 徐四宁马上把这块手表给摘了下来 递给平山说 这是一块瑞士手表走得非常准 我现在流落山间已经用不上了 就送给平山队长吧 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难民 能不能放我们走呢 那个日本人马上态度就转变了 就开了一条一个通行证 26个人全部放掉 说到这儿您可能会好奇 这个徐四宁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日本人要专门抓捕他呢 原来1937年后 缅甸仰光有不少与日军勾结的 亲日派人士 无耻地帮助日本人镇压当地人 当时无论是缅甸的华侨 还是当地的居民 都对这些日军的走狗是深恶痛绪 于是徐四民 他就发起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 叫华侨除奸团 而这个除奸团的成员 都是从华侨武术团体里面 精选出来的武林高手 他们五个人一组 专门秘密城市那些 经常出入日本领事馆的亲日派 和顽固销售日货的奸商 有力地打击了当时 在缅甸的日军走狗的嚣张气焰 后来日军情报机关掌握了情报 了解到徐四民和除奸团有关 于是就把他列入到了追捕的名单当中 从日本军营里逃出来之后 徐四民逃难至与缅北接壤的中国边境生活 直到抗战结束 他才返回阳光 创办了新仰光报 经过多年打拼 他成为了缅甸远近闻名的华商 1964年 徐四民全家移居北京 并且出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此外 他还历任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为新中国的建设建言献策 2007年 徐四民在香港应病去世 享年93岁 好 目光聚焦英国 这是一枚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颁发的大英帝国原左勋章 专门表彰为英国杰出贡献的民间人士 在英国的餐饮界 有两个人获得过这项殊荣 他们是谁呢 我们来看 这是一对来自曼彻斯特的孪生华人姐妹 您看 长头发的是姐姐谢海伦 短头发的是妹妹谢丽莎 他们在曼彻斯特经营一家名为甜甜餐厅的中餐馆 自从去年姐妹俩获奖以来 他们所经营的这家餐馆就非常火爆 您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英国女王会颁给他们俩原作勋章呢 我们来看 这是一档红遍英国的餐饮类真名秀节目 节目当中 英国名厨会前往世界各地的餐馆 专门挑餐馆和厨师的错误 因为当时谢氏姐妹的餐厅在英国小有名气 也有不少顾客向蓝幕组推荐了他们 起初谢家姐妹很担心 节目会让他们苦心经营的事业瞬间垮掉 但是既然是顾客推荐的 他们还是接受了挑战 没想到姐妹俩竟然闯到了决赛 决赛当中 姐妹俩凭借自己的拿手好菜 梅布尔沙包鸡配蛋炒饭 一举获得了冠军 而甜甜餐厅也在英国一夜成名 文讯前来光顾的客人不但有曼联球队的球员 世界钢铁大王 还有不少国家政要 您看这是姐妹俩和英国首相卡梅伦的一张合影 而难能口贵的是 虽然餐厅生意很忙 姐妹俩还是花不少时间关注华人群体 尤其是在曼彻斯特的华人妇女和老年人 海伦和丽莎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为了表彰他们英国女王特别授予了他们大英帝国远左勋章 目光转向美国 最近有一张照片火爆了网络 这是一位父亲在雨中为自己的儿子打着伞 而他的全身却被雨水淋透的照片 前不久这一幕是被网友拍到 并且上传到了美国社交网站上 短短的几个小时就吸引了数百万人的点击浏览 这位父亲也被网友冠以雨伞爸爸的称号 那么这位雨伞爸爸他是谁呢 我们来看 就是他 他叫刘乔天津人 七年前移民美国 目前正在曼哈顿中城的摩根大通做投行经理 他说每天下午五点下班之后 他都会去幼儿园接四岁的儿子回家 那天下班的时候突然下了雨 而家就在附近 雨下的也不大 就没有避雨 照片上给儿子打伞 自己淋雨是非常自然的本能 不过有网友质疑 为什么他不能直接抱着孩子呢 刘乔说 他希望儿子可以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不过毕竟他还小 抵抗力差 还是要撑伞 以免着凉 照片被上传到网络之后 很多人都被照片中传递出的父爱深深的打动了 有网友感慨 照片中的男人 左手提的是事业 背上扛的是风雨 右手撑起的是未来 这就是父亲 目光转向中国香港 我们来看 画面上坐在妈妈怀里的这个小朋友 叫李静贤 今年两岁半 您看他现在笑容如此的甜美可爱 但在两年前 他却患上了急性 淋巴性白血病 随时面临死亡的危险 您再看 这位坐在小静贤身边的女孩 她叫陈静娟 今年27岁 她虽然和李静贤没有热格血缘关系 却被小静贤叫做妈妈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两年前 正是她为仅三个月大的小静贤 捐献了骨髓 让小静贤的家庭 宠获希望 女儿康复之后 小静贤的父母 想当面向骨髓捐献人表示感谢 但是根据香港的相关条例 为保护双方隐私 骨髓捐赠者和受赠者 在捐献过程后的一年内 都不能够见面 也不能够得知对方的身份 因此事隔一年之后 小静贤一家人 才在香港红十字会 书序务中心的安排下 与陈静娟见面 对于从未谋面的陈静娟 小静贤却有一种 自然而然的亲近感 于是当场就认了陈静娟当干妈 小静贤的爸爸说 十分感谢陈静娟的无私奉献 他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登记捐献骨髓 这样的话 就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救活一条生命 帮助一个家庭 目光转向澳大利亚 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战争纪念馆 日前举行了一个特殊的纪念仪式 之所以说它特殊 是因为这是澳大利亚国家战争纪念馆 建馆83年以来 首次为华裔军人举行纪念活动 一战和二战时 很多里奥华侨华人都参与了战斗 并且涌现出了不少抗战英雄 比如这一位一战期间的神枪手 神比利 他在一场战役当中成功狙击150人 还有二战期间多次深入 婆罗洲日军后防进行破坏活动 获得陆军最杰出行为奖章的敢死队员 黄如彩 还有很多华侨华人参加了各种抗日组织 据了解这次纪念活动 由澳洲国家战争纪念馆和澳中友好交流协会 共同主办 活动中 澳中友好协会向澳方赠送了 刚刚编撰出版的澳洲华裔军人历史样书 还赠送了一座名为冲锋的战士的雕塑 这座雕像将被澳洲国家战争纪念馆永久收藏 视线转回中国 你现在看到的这位男士 他叫徐扬 是一位美籍华人 您看 他有一项拿手绝活 就是在鸡蛋上面画人物肖像 英国已故王妃丹娜 郭默若 林泽徐 徐扬在鸡蛋上画的人物肖像 还真的是为妙为肖 那他是怎么在鸡蛋上作画的呢 是这样 他先把这个鸡蛋涂上咖啡色的颜料 然后像您看到的这样 徐扬用美术刀一点一点的把人物形象刻画出来 徐扬从小就学习蛋液制作 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创作 让大家记得所画人物的故事 在他创作过的上千件蛋液作品当中 让他感触最深的 就是为在911事件当中牺牲的343位美国消防员创作的像 您看 这是他收到的一封来自于纽约消防局的信件 内容大致是 他们非常感谢徐扬的创作 并且将邀请相关消防员的家属前去参观 并且收藏展品 20多年前徐扬从北京移居美国 这些年来他一直从事蛋液创作 而他的作品先后被英国皇室 辛亥革命历史博物馆 以及武汉中山界博物馆收藏 视线聚焦澳大利亚 画面上的这个小伙子 他叫蒋迪科 今年28岁 是一位居住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华人 最近他的创业公司被当地研究机构列为参考样板 得到了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 您看 这些背盘碗筷 就是蒋迪科售卖的商品 可是我们这么看上去 它确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那这个蒋迪科 为什么能够让自己的商店脱颖而出呢 关键还是在于蒋迪科的经营模式 首先店里的两万多种商品 一律售价2.8澳元 别出心裁的是 蒋迪科让零售店主打可爱路线 售卖的商品不仅便宜 还很精致 这就吸引了很多手头并不宽裕的学生 和生活节俭的老年顾客 蒋迪科的创业之路 还要从他十年前摆地摊开始说起 当时没有什么本金的时候 只能在市场里租一块50平方米的货摊 但他十年如一日 坚持售卖物美价廉的日用百货 凭借积攒下来的钱 蒋迪科终于把店铺开到了市中心 如今他的第三家联收店也即将开业 负责研究阿德莱德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员 阿伦·奥康纳认为 蒋迪科的创业经历值得政府深入研究 他说创业生态系统的完善 离不开移民社区的参与 特别是中国移民社区 目光转向英国 前几天一名中国留学生在伦敦遇到了点麻烦 他通过物流公司把行李快递回中国 但是国内的家人却迟迟没有收到 由于包裹里有着30多公斤中的物品 价值2万多英镑 折合人民币大约19万元 他和家人都挺着急的 于是给物流公司打电话询问 物流公司告诉他 包裹在英国境内完好无损 应该是到中国后发生了问题 无奈 这名留学生只能在家人的帮助下 向中国警方报了警 但警方调查后却告诉他 中国海关及中国邮政都没有收到过这个包裹 那么行李去了哪儿啊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 这名留学生决定上网找找线索 没想到还真就给找到了 他自己丢失的那个包裹 此时正在网站上被售卖 而出售的地点正是在伦敦 这名留学生就提出来要和卖家当面交易 但遭到了拒绝 于是他又去找了物流公司 也迟迟没有反馈 只好向英国警方报了警 目前这名留学生已经收回了部分物品 但仍有部分行李已经被售出了 对此跨境物流专家也特别提醒广大留学生 在寄回国的行李里面 不要放贵重物品 如果有 最好向代理商提高保驾 选择物流公司的时候 要看他有没有跟大规模的运输公司签订合同 送货车辆 有没有安装行车记录仪 摄像记录设备等等 视线聚焦南非 画面上的这辆汽车不仅后视镜被打碎了 就连车门上的玻璃现在已经被全部打碎 只剩下的少量玻璃碎屑还留在窗框上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原来这是一起华人司机被截案件 案发地点就在从乌木塔塔前往东伦敦的路段上 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 案发时三名犯罪嫌疑人开着车 对受害人驾驶的车辆进行了跟踪 然后他们突然用枪打爆了受害人的车轮胎 等受害人的车停了下来 他们不紧不慢的下车 对着被截车辆又开了一枪 随后逼迫华人车主拿出现金 幸运的是受害侨胞只是被抢了三万兰特 约合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左右的现金 并没有受到人身伤害 其实就在同一路段上 今年已经有很多华人相继遭劫 当地华人认为 这里是南非东开府省较为重要的商业交通线路 来往车辆繁多 犯罪分子有很多下手的对象 另外这个区域周边的小镇警察资源 与人力不足 难以防范并且及时应对歹徒 那么在此我们也提醒各位南非华侨华人 开车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四周情况 一旦遭遇抢劫案件 不要与劫匪硬碰硬 首先应该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目光转向乌根拿 最近在非洲东部的一些贫困地区 有上万人感染了一种疾病 症状就是他们的脚底出现了很多针孔大小的窟窿 而且周围的皮肤也开始溃烂 而最魁祸首就是一种叫做沙棗的微生物 患者轻则双足溃烂 重则丧命 在这里我们提醒当地华人一定要注意防范 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不要将脚裸露在外面 一旦发现脚步不适 要及时就一 目光转向委内瑞拉 这是前不久在北京中华会馆里举行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一千多位当地华侨华人出席 活动在传统的武师表演中开场 由北京中华会馆组成的武师人合唱团 还演唱了歌唱祖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 一些华侨表示 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现在 我们的根都在中国 我们要与祖国融入与共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内容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2015年全球华人中华才艺体育大赛 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进行 从硬去攻再到传统的太极拳 各路高手云集于此 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内 太极拳传统套路的比赛即将开始 正在进行赛前热身的选手 是来自挪威的达剑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达剑今年51岁 休息太极拳已有40余载 这是达剑首次来到北京参加武林比赛 我们这个主人数是最多的 可能应该是比 在竞争可能的过程中 可能应该是最加激烈的 您是最后一个出场了 最后的 那您觉得这个出场顺序对您有利吗 应该讲有利 因为我就可以做到知彼知己 十点整 比赛正式开始 比赛规则是三人同台竞技 达剑和另外两位选手 成为了这场的压轴比赛 凭借着多年来扎实的太极拳基础 达剑外揉内纲的太极拳套路展示 最终让他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现在心情比较放松 当然还是有点遗憾 因为我感觉到就是 正如他们讲的就是说 还没有 我还没有 下面我准备的就是准备把太极拳那种爆发的 准备在这个一两秒钟给它显示出来的 然后正好这个时间到了嘛 所以我不敢延屋嘛 就停掉了 如果说再给我十秒钟的时间的话 可能把这爆发的上出来以后 就可以跟他们那种外加权 就可以进行另外一种展示 但是已经 我觉得他们已经肯定了 今年51岁的达剑 目前在挪威从事冰刀生意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华裔企业家 因为热爱太极拳 再从商之余 他也免费教授太极拳 按我手 含去坐 坐望 再往走 达剑1964年出生在中国南京 我练习太极拳的时候练是比较早的 那时候在初中 初中 初二 初三的时候 好像初二 初二 初三的时候就开始 因为我的一个好同学 他正好也是 拜了一个师傅练太极拳嘛 那么他是练阳式的 正好我们对面有一个 有一个老师傅 他是练成式的 这样我就由于他的交流中 就开始 就开始练 那个 学习 那个 城市太极拳 二十三岁的时候 达剑前往挪威 开始了留学生活 繁重的课业压力 让本来身体很好的达剑 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迅速消瘦了下来 此时 达剑决定 重新将太极拳 拾起来 那我这时候规定好自己 我就出去练拳 因为夏天的时候 我就在外面 正好在我大学的对面 有一个小学 所以我规定好自己 十点钟就练拳 当时开始 那是长功夫了 每天两个小时以后 腿上静 和功夫上 长得很厉害 除了精气神 愈发充足外 太极拳也让达剑 从最初的孤独窘迫 慢慢融入到了 挪威人的圈子中 周末搞一些聚会 那么有时候 我经常我自己做做菜 邀请挪威朋友到这来 来玩 就是跟他们打成 还打成一片 当时我一个朋友 一个挪威朋友 就把我带到学校去 他说 我们今天一个朋友 你们是不是可以帮他 教教太极拳 他们听到说是很好 他们当时太极拳不懂 我就拿着一些资料 给他们看 他们说 这个可以搞一个帮 因为巴尔根特别难找工作 就找不到工作的 除了在饭店找工作 因为饭店很累 我晚上还要抗输 我想的话 我太极拳这样的 我一个星期教一堂课的话 我至少可以 饭钱可以删下来了 就这样 达健开始在贝尔根 教授太极拳 主要教授挪威人 传统的太极套路 要求腰伸走 身体 随着手推 呼吸 转动的时候 这些 就需要一些的平衡 又需要一些 一些协调动作的时候 这些动作 对外国人来讲的话 是比较难练的 从1989年到1996年 短短的七年时间 达健总共教了上百名挪威人 学习太极拳 他说 是太极拳 让他在遥远寒冷的北欧 时时感受到 他体内流淌的中华血脉 通过太极拳 达健也让挪威人 对中国文化 有了不同的理解 我有一个学生 他说通过这个太极的阴阳学说 我觉得西方的文化中缺少中国文化中的一种柔 外国父女 他说是比较硬的 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妥协 他这样子就经常会出现矛盾 后来把他太太也叫来学太极 我叫他们两个就推手 你推过来 我推过去 我说这就是矛盾 对不对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他推你的时候 你推他的时候 他让一下子 通过太极拳以后 他们两个有一个同样一个司机座 这时候 女的抱怨情绪就低一点了 然后来了以后 不仅念太极拳 请她吃吃饭 带她去看看太太刚刚电影 这种问题原来很激烈的 就缓过来了 达健告诉我们 他希望将来 可以在挪威 教授更多的太极拳爱好者 为更多的人 带去太极拳的智慧 预约收看 在线会看华儿世界 敬请关注C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了 今天的华儿世界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再会